欢迎来到月亮说 近期刘亦菲搭档李献的现代剧《去有风》的地方正在热播 这组CP可谓是开年的王炸呀 2023年还有不少万众瞩目的王炸CP 像是偷偷藏不住有赵露丝和陈哲远 无忧度有人家伦和宋佐 还有以爱为营的王鹤蒂与白鹿 以及《我的人间烟火》中的杨阳与王楚然等等 都是一看就有爆款项呀 以下就是十组2023年绝对王炸的CP 你最看好哪一对呢 一起来看看吧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第一组 刘亦菲 李献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 这部刘亦菲搭档李献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终于开播了 说不定成为2023年的开年爆款哦 这组合光是颜值就有够吸睛 刘亦菲与李献两人可以说都是公认颜值高 演技又好的演员 李献不用说 一部《亲爱的热爱的》 让大家都深陷现男友的魅力之中 而刘亦菲去年主演的《孟华录》更是让大家磕声磕死 两人强强联手 这组合能不算王炸吗 对于这部《去有风》的地方是刘亦菲近年来首部《现代剧哦》 是一部田园之于爱情剧 主场景在美丽的云南大理主要讲述了许红豆因为闺蜜去世 生活和工作都陷入了低谷 然而他独自前往大理云苗村的有风小院 认识了辞去高薪工作回乡创业的当地人谢之遥 还有一群从大城市过去的同龄人 他们在日常相处中 谢之遥感受到了许红豆的善良和认真 便邀请许红豆用他多年的酒店从业经验 发展云苗村的文化旅游事业助理 最终呢 两人互生情愫 走到了一起 对于去有风的地方制作团队 也是以家人之名 变成你的那一天的同一个团队打造 他们制作的作品都挺有质量保证的 而且这部剧还特地跑到云南大理石井拍摄 制作相当用心 新的一年开年就有巨追 希望大家一起磕风呢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第二组 任嘉伦宋佐尔主演的《无忧度》 我看看 什么地方 说到任嘉伦 今年可是有望播出三部新剧哦 对于这部任嘉伦和宋佐尔合作的古装奇幻剧《无忧度》 是爱奇艺今年主打的重磅项目 任嘉伦的古装造型不用说 近年他主演的锦衣之下 《周生如故》 以及《玉交际》等几乎都是演一部爆一部 而女主宋佐尔是九五后备受肯定的实力小花 她的人气虽然没有赵露丝 于书欣等人那么高 但演技也是没得说 和任嘉伦强强联手标戏应该会很精彩呢 任嘉伦的剧小编也是狠狠期待住了 《无忧度》改编自半名半昧小说半下 主要讲述了百度妖怪灵魂的黑豹精 与一位能够探听妖怪内心的人类女子的禁忌之恋 背景发生在晚唐时期 估计会是唐朝鬼事录的画风哦 而导演也是指导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以及《微微一笑很倾城》等这些重量级的 主创团队的阵容也很强 要是剧本与特效不崩的话 冲着任嘉伦与宋佐这个组合 《无忧度》开播后的话题热度应该会很高哦 2023年《绝对王诈》的CP第三组 赵露丝 陈哲远主演的《偷偷藏不住》 赵露丝这部《偷偷藏不住》也是万众瞩目呀 去年台阴 星汉灿烂大火 一下子就成为了当红的女演员 接着赵露丝便接下了与陈哲远搭档的 现代校园剧《偷偷藏不住》 对于陈哲远呢 近年凭借甜宠剧《暗格里的秘密》 我的反派男友人气直升 小编觉得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年轻演员 加上赵露丝自带CP的百搭感 不止《星汉灿烂》搭无垒 先前长歌行搭刘宇宁 以及传闻中的陈千千搭的丁宇戏 效果都受到网友们认可 因此呢这次《偷偷藏不住》 大家的呼声都很高 这部《偷偷藏不住》主要讲述的是 年幼的桑智偷偷喜欢上林家大哥哥段嘉许 这个大哥哥冷淡慵懒 说起话来还吊铛铛的 原本桑智把这份爱恋小心翼翼地守护在心里 却又时常被段嘉许有意无意地挑逗 然而随着段嘉许大学毕业 两人因为一些误会关系疏远 直到成年后的桑智如愿考到了段嘉许的城市 两人重逢后 在日渐亲密的接触下 桑智渐渐发现了段嘉许一直以来的压力来源 他想要保护这个一直对自己很好的大哥哥 而段嘉许也渐渐地对他动了心 这种感觉像不像小时候你的暗恋对象呢 嘿嘿 一起期待赵露丝与陈哲远这对CP吧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第四组 王鹤蒂白鹿主演的《以爱为营》 王鹤蒂去年因苍蓝爵爆红 导致了《浮屠猿》的热度也很不错 而今年即将开播的《以爱为营》 这部剧是王鹤蒂爆红后开拍的 并且搭档的是人气小花白露 光这对CP就很有看点呢 王鹤蒂在《苍蓝爵》演了霸道本作 浮屠猿演了霸气太监 这次可是要演霸道总裁哦 人设真的都非常适合他啊 《以爱为营》目前拥有超高瞩目 然而之前也闹出一系列与范围相关的争议 而白鹿的老板又是最会吵话题的余政 这让不少网友有点担忧 感觉《以爱为营》虽然话题度绝对少不了 但是呢相关争议可能会蛮多哦 这部《以爱为营》改编自人气小说错撩 主要讲述了一名叫郑淑义的财经记者 被前男友劈腿后 发现小三的小舅开着一台劳斯莱斯幻影 为了报复渣男与小三 郑淑义决定来做这对渣男渣女的小舅妈 结果最后撩错人的故事 不管争议 小编还是很期待《王鹤蒂与白鹿》的 这也是王鹤蒂爆红后开拍的首部《现代爱情剧》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D无阻 杨阳 王楚然主演的《我的人间烟火》 我们有多久没见到杨阳了呀 这部《我的人间烟火》是他记 且是天下后界下的 许多人都忘不了杨阳和迪丽热巴 在《你是我的荣耀》里的超强CP火花 这对可是真正颜值顶天的王炸啊 而《我的人间烟火》 搭档王楚然的颜值一点都不输迪丽热巴哦 两人一样都是浓烟系大美女 王楚然是九五后新生带小花 她的角色都很经典 像是《将军在上》里的表妹柳西音 以及清平月张贵妃 古装造型也备受网友们喜爱 不但颜值超级高 演技也不错 虽然是1999年出生的小女孩 但身上自带一股成熟美艳的气质 感觉和杨阳很搭呢 《我的人间烟火》导演是指导东宫 斯藤的李牧哥 想必又会是一部绝美孵化道的养眼剧 剧情主要讲述了消防战长宋燕和急诊科医生许沁 两人分别十年后重逢 青春时代的他们因家庭反对被迫分开 重逢后 他们在一件件的救援行动中再次激发爱火 破镜重圆的设定肯定很甜 小编非常看好杨阳与王楚然这一组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第六组 迪丽热巴 龚俊主演的《安乐传》 我叫任安乐 我是来当太子妃的 他是韩颜 紫月 你是地家后人 《安乐传》马上就要来临了 迪丽热巴搭龚俊 这对高颜值组合绝对爆炸啊 《安乐传》是龚俊自山河令爆火后 接下的首部古装剧哦 而迪丽热巴近年 主演的古装剧《长歌行》 以及与君出相识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两人的古装扮相都是公认的好看 而且先前优酷放出了不少《安乐传》的新剧照 迪丽热巴和龚俊看起来CP感十足 小编觉得两人是相当大啊 而且这对高颜值与高流量的配置 到时候不管剧情怎么样 也绝对能活 这部《安乐传》改编自心灵的小说《帝皇叔》 迪丽热巴饰演刚毅果敢 谋略过人的女土匪 而龚俊饰演清冷孤傲 且深情不移的寒夜太子 原著小说中两位主角的人设都十分迷人 属于双杯双萨的男抢女抢组合 迪丽热巴和龚俊的玄角小编 也觉得非常适合 到时候一起追哦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第七组 赵丽烨 临更新主演的雨凤行 近年来 赵丽烨的剧简直步步爆呀 不愧是收视女王赵丽烨 她近年积极转型 接演的现实题材剧幸福到万家 以及风吹半下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而这次的雨凤行赵丽烨除了演戏外 还升格当了监制 这就是咱们赢宝的现实人生 真的有点像那种大女主剧中的女主那样呢 对于这部今年即将上当的雨凤行 找来了林更新二大 可想当初两人合作楚桥传时 创下网播量破40亿的好成绩 不过当时楚桥传的结局 让很多人一难评 因为剧版只拍了小说的上半部 发唐的部分正要开始 就已经结局了 当时让很多人都傻了眼哦 然而十个多年没能等来楚桥传第二部 却等来两人二次合作 也算是圆了CP粉一个缺憾 新剧中的一些两人情情爱爱的画面 就算是脑补了楚桥传的结局吧 《雨凤行》是《九路飞香》的小说改编 和苍蓝爵与君初相识同一个作者 这部《雨凤行》的人设也很有意思 女主陈礼是贤朱而生的魔族碧苍王 在她千岁诞辰之际 帝君一指天书般下 让碧苍王与帝君第三十三孙芙蓉君定亲 芙蓉君早年便因花心而闻名天外 她堂堂魔戒一霸 岂能嫁点那种花心草包 然而陈礼因而逃婚 却也因此遇上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 一起期待这对二搭王炸CP吧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第八组 杨子 张婉易主演的《长相思》 这部杨子的《长相思》与赵丽颖的《雨凤行》 两部是腾讯2023年最强当的古装剧 对于古装剧《一女三男》的配置也是蛮有心意的 男主张婉易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她是2021突然窜起的实力派新演员 在线里剧《觉醒年代》的人气超级高 后来又主演乔家的儿女 角色塑造功力极强 而对于杨子就不需要多介绍了 这一对的演技都很有爆发力 枯息与虐恋应该会演的让人很有代入感 这部《长相思》改编自童华 同名《山京海记》系列小说 是部大女主鼓装先侠剧 三位男主演小编觉得都很有魅力 张婉易饰演的枪炫是个全模型的腹黑男主 即使爱着女主也要利用女主搞事业 对女主单箭头 而谭剑次饰演的香柳是人气最高的角色 出彩的人设是书粉的白月光哦 还有对于邓伟 他饰演的涂山景是个温润如玉的世家公子 在原著小说里涂山景还是女主的官配呢 杨子与张婉易这一组你觉得会爆炸吗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第九组 肖战 任敏主演的玉古瑶 有多少人还停留在陈情令里的古装肖战呢 这部玉古瑶真的是渐渐磨退了网友们的热情呀 一次又一次的延弃 好在这次大概率会在今年寒假开播 玉古瑶 石泽和花千古一样都是师徒虐恋 因而腾讯才找了年轻的九五后小花来与肖战搭档 目前玉古瑶的片花播放量都已经突破一亿了 可见大家有多么期待能再看到肖战的古装呀 对于玉古瑶的剧情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在这就先跳过了 这部剧也是净双城的前传 两部剧的情节会联动 然而因为净双城的剧本改动和拍摄都很烂 所以大家都有点担心 不过小编依旧看好肖战会把任敏带起来 成为年度王炸CP 2023年绝对王炸的CP第十组 杨幂 龚俊主演的狐妖小红娘 龚俊今年可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顶流呀 搭完迪丽热巴又搭杨幂 你更看好哪一队呢 狐妖小红娘这组同样也是 2023年为播先报的CP组合 爱奇艺预计将把月红片 王全片和竹叶片联动开发 由三个片章共同构成狐妖系列聚集宇宙 而其中月红片又分为几个单元故事 除了杨幂和龚俊 还有陈瑶 陈都玲 以及张灵鹤加盟 全是超养眼的人气明星 该剧同样是自开拍以来就很多话题 感觉龚俊2023年的这两部剧都会爆哦 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 美艳霸气的狐妖VS 洒脱帅针的人族一顾 他们展开了跨越人妖隔阂的虐恋 好了小伙伴们 以上你最期待哪一队CP呢 其实还有一组王炸 那就是吴磊与赵金脉主演的爱情剧 在暴雪时分 同样也万众瞩目 不过目前仍在拍摄 大概率在2024年才上线哦